不想贝伦骑到挂 专家说准备1000cc开水喝 贝伦是健身房热门课程 可以运动全身肌肉 消耗大量热量 不过英国媒体指出 不少人在贝伦课后送急诊 甚至发生核文肌溶解症 美国医学杂志今年4月 也有调查指出 46名骑贝伦后就医者 有42人为新手 由于多数贝伦教室 有激励人心的教练和音乐 加上同侪压力 很容易让人不自觉超出身体负荷 英国 美国 挪威等国 都有相同情形 初学者然后去骑飞轮 然后产生一些恶心呕吐 或是没有小便 没有尿的一个情况 后来本来其实都是罹患了 所谓的恒文肌溶解症 初学者他第一个 他肌耐力还不够 那第二个是造成一个 强度过强的一个运动 那就会产生这个 恒文肌溶解的情况 医师表示恒文肌溶解症 就是过度运动 造成肌肉受伤缺血 肌肉细胞破裂 释放的基球蛋白 钾离子进入血液 卡在肾小管形成结晶 引发肾小管坏死 严重可能肾衰竭 肾脏无法排尿 尿液减少 这时尿液颜色 会从正常淡黄色 转为茶色 浅褐色 甚至如可乐般的深咖啡色 所以运动时 一旦出现恶心想吐 就该停止运动 症状初期 大量喝水可以缓解 而有运动习惯的人 在转换运动形态时 也不能轻忽 所以你也许认为 你的心肺功能是可以 可以调试这个运动 但实际上你还是有可能 你某些 平常比较少用的肌肉 在这个运动里面使用过多 就是慢慢起 让你全身热起来 然后才会慢慢的开始 来加我们的这个速度 慢慢的调试 慢慢的增加你的运动量 这个发生的机会 实际上是越来越低的 医师也建议 飞轮课程最好上一天 休一天 每堂课时间 最好控制在30到40分钟 且上课前应准备 1000cc开水 随时补充水分 下课正好喝完 即可有效预防